有朋友在Facebook里面有个留言 读给大家听 他说昨天下午去吃香港良心五小姐旗下的Chick Shark 又是左门触外顾客 话说我正在看吃什么的时候 前面有两件黑衣、黑褲、黑口罩的年轻人 他们的对话真是超好笑 他说这家吃Sat好像是蓝店 不如吃第二家吧 他说D吃L了整个星期黄店 10家有8家都难吃到H 今天吃D正常东西行不行 他说那你记得不要打卡 一会被同学手足见到我们 我们光顾蓝店一定D死我了 公说当然了 不过这群收银好像全部都是讲英文的 不如你去叫 他说D香港人地方 为什么不邀请那些 廣东话的菜牌都没有中文版的 我忍不住在后面 撕SS我出来 黑色公罩看着我 我就跟他们说 那香港人地方 你帮你帮手足 又整天拿一支美国旗出来 且你们下次跟大台反映一下 或者建议你搞个和你学英文 就有见识性点 又没那么讨厌 之后两个人面蒙蒙 他就走了 sorry五小姐 不愿意帮你赶了客 好了 他不要帮五小姐赶客 他有几张漂亮的相片 我把相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你应该可以喜欢 另外一边 我给大家看 这些东西 很准备 感谢观看